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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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誰你陪跑 你幹什麼你發什麼聲音啊你 拜拜 那男的是誰啊 是誰關你什麼事啊 關我什麼事 我是你老公啊 關我什麼事 而且啊 一個晚上不回來 借不歸宿的 見一個男的送你回來 到底什麼意思 昨晚去哪裡了 我去哪裡用得了你管嗎 你在家帶有小孩 煮好飯就行了 還問那麼多幹什麼啊 小孩孤著一個晚上要找娘啊 你知道嗎 咬你這個癲就行了 我不跟你囉嗦那麼多 我回去睡覺 哎呀一個晚上夜不歸宿 一回來 最後連家門口 一到了就想回家睡覺睡覺 老實說昨晚幹什麼了 夜不歸宿的 哈 給我戴什麼綠帽子了 你說的什麼話啊 你就只知道胡思亂想啊 你幹點仗影的是不行嗎 非要胡思亂想這些幹什麼 啊那個男的是我同學 怎麼了啊 啊 同學送你回來 對啊 哎呀一大早就送你回來 那我昨天去找工作 找著找著累了 然後同學叫我去他家吃飯 吃完飯 就晚了 我就出去開了個房 後來 早上就沒有車回來 就叫他送我回來一下子 不行嗎 哈 找工作找了一天 哎呦 找累了不知道回家 去開房睡覺 誰信啊 跟誰睡啊 哎呀我是你睡啊 你想多了你 哎呀 夜不歸宿 還有理了 你這你還真的是的 不知道在外面 東搞西搞的啊 你什麼意思啊 你在家帶小孩就帶 不帶就不帶 哎呀 那什麼我不知道 我現在不是帶了一個晚上嗎 你整天都是這樣 多好吃了 經常來 就一個月來啊 那一個月三十三十天 你看 你有二十八天都是夜不歸宿的 你到底想 做什麼 你還有沒有這個家 你心裡面啊 我當然有了啊 我就只靠你給我一個月多少塊錢 200塊錢夠我用嗎 給得了我想要的生活嗎 我不出去找工作啊 就要餓死我啊 哎呀 那你找了二十八天工作 都沒有找到啊 找到了嗎 沒有了 你看 找了二十八天 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夜不歸宿的 回來報了就睡 你上次去找工作嗎 你現在怎麼那麼大聲跟我說話了啊 你膽子肥的 我一看你啊 看你做什麼不見了人的事情啊 我真的是受告你這種女人啊 真的是的 受告我 那你先怎麼樣啊 今天把話說明白 來 那你這樣你不交代清楚的話 就離婚 離婚 哦 好啊離就離 我等這一句話等了好久好久了 離 我跟你說 我也受告這種古日子了 你看看你家什麼條件啊 我騙到小兩片了 我當初真的是殺了眼了 看上你這種人 搞到我啊 不知道啊錯過多少個好男人了 還當初 各位在那裡求求我嫁給你啊 我只付得莫美如花 你付得賺錢人家結果呢 一毛錢都沒有啊 有用嗎 我不跟你過了 離就離 明天啊 明將局見 誰不離誰孫子 我露出真本性了啊 哎呀 行 這樣離婚就離婚 寶寶沒事 以後啊 你又要婚了 老爸也會好好把你扶養長大 以後你長大了 不要學你老媽這樣子 這毋孫子的一個女ern啊 伯伯乖我們回家啊 終于離婚婚自譽了 以後啊 再也沒有人管我了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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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哎小金啊 怎麼 事情你這個幹嘛 我自譽了 怎麼自譽了 我跟那个人离婚了 干嘛 你没发烧吧 没有 我好的呢 美副那么好 他要宠你 要爱你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 宠我爱我 爱个屁啊 没有钱能爱吗 你怎么那么物质啊 既然已经结了婚了 你就应该在家里好好相呼叫死啊 宠点有什么关系啊 只要他对你好 再说现在宠只是暂时的 我不要 我不想跟他过那种古日子 过怕了 我跟他离婚了 你看看离婚像在这里 离婚之后啊 我去找一个有车有房有钱的人 就你这相貌 就你这身材 还想找有车有房啊 你也不杀巴默照照镜子啊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性格啊 也就只有美副才能接受你啊 你还真的是 好 眼光那么高 什么高什么高啊 我就嫌弃他穷了 怎么样了 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什么脾气啊 在我们村啊 已经远近闻名了 也就是只要他才能接纳你 你还跟他离婚啊 是谁给勇气你离婚啊 他就只知道 只知道在家里面 钱又不能赚 那要他干什么 还不如我离了 更好 那你天天出去玩 孩子孩子要不带 那他也想出去啊 那他出去了孩子谁带啊 你有帮带个孩子吗啊 身为大嫂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还跟他离婚 哎呀我不管 现在我先回家了 还回什么回 真的是啊 这一次啊 你好好地回去劝劝妹夫 跟他复婚 劝怎么去啊 我不去 嘿呀你不去 你看看我们隔壁村的那个大玻璃 大奶针 人家身材条件比你好一百倍 人家先接离婚 他他嫁得到吗 现在啊四十多岁了 还带着娘家啊 村里面的人啊 都对他直直一点点 难道你想做第二个大奶针 大玻璃吗 真的吗 那肯定是呢 哎呀 当时我跟他 当时离婚的时候说那些话 很绝情的 我现在呀 我我没有脸去啊 我不去 你们要脸 大嫂我 拉下这个老脸陪你一起去 我告诉你啊 幸好你大哥还没有回来啊 如果被他知道啊 你闹离婚了 他不被你 给你的狗腿打断才怪呢 离婚这样都拿了 哎哎 赶紧去吧 毕竟你们还要有个孩子 说不定啊 他会看在孩子的份上 就会跟你赴婚 还有啊 等一下好好改改你的脾气 我先把门带上 哎 大嫂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 哎 去啦 我们去 哎呀还默默唱帐了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跟妹夫说话 知道了 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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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妹夫 是我大嫂 哎呀 大嫂 哎 你怎么还带着她 其实你来我是欢迎的 但是你带上她的话 我就不乐意了 我都跟她离婚了 你还带她来这里干什么 我带她来附近请罪 哎 她刚刚啊 已经被我教育一番了 她也知道错了 所以啊 你就看她孩子的份上 你们就 付个婚吧 我跟她 你居然还有可能吗 像她这样子啊 说真的 我宁愿打光棍一辈子啊 我也不跟她付婚了 现在反而 哎呦 我都学会照顾女儿了 我啊 她要吃什么啊 几点钟睡觉 我都啊 管理的紧紧有条 我知道怎么懂得照顾了 我不需要她了 哎呀 妹夫 既然啊 她没有发那个原则性的问题 你们就不要搞得那么僵嘛 再说离婚对孩子也不好啊 以后孩子啊 生长在那个单情家庭当中 她性格会有缺陷的 像她这种老妈 如果带着孩子啊 我还怕孩子跟她一起啊 学坏了呢 像她这样子 你看 一个月了 她说去找工作 有28天是夜不归宿的 第二天又有一个男的搭搭回来 我都不知道她眼里有没有这个家庭啊 哈 真的是的 还跟人家勾三大四的 这种女人啊 娶回家 但是丢脸啊 既然现在离婚了 我甚至脱离了她这种人啊 而且你想想 她能改吗 俗话说 狗改得了吃死吗 像她这样的女人 大嫂你也别劝了 像这种女人啊 我真的养不起啊 在家里面啊 哈 我自己个人还舒服一点呢 她在这里啊 我还要供应中大佛呢 每天要给她虚寒问暖呢 还要给她煮饭煲汤呢 对她这么好 她都不懂得真心 你觉得我还还会挽留她吗 她把我心情伤得这么深了 赶紧立刻带她走 别在我家门口了 被隔壁邻居啊 看到啊 不好啊 哎 妹夫 妹夫 给个机会吧 哎呀 你看看你 原来我还以为你只是啊 发个脾气的 原来啊 整天夜不归宿了啊 孩子孩子要不带 真的是 你把我们女人的脸丢光了啊 难怪妹夫要跟你离婚了 真的是 像你这种女人啊 就活该打当官 活该当女工 我告诉你啊 以后啊 娘家你也不要回来 真的丢脸啊 大嫂 哎呀 你也不管我了 哎呀 不付就不付嘛 哎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现在离了婚了 我还自由了呢 好 你们倒不理我 倒不管我是吗 哼 我现在啊 自由了 我现在去东莞 我去找工作了 我还怕养不合我吗 哼